因為你不能跟他任何講話 老美都覺得這是一個奇怪的同學 實驗室同學 因為你不能跟他講話 你一跟他講話他眼淚就掉 他邊看顯微鏡邊流下兩行淚珠的 那我也知道我的太太快要瘋了 但是我自己一點辦法都沒有 那就在1997年我回國兩年後 他竟然被隔壁實驗室 你們剛剛聽到的帶得救 隔壁實驗室大陸的女孩帶他去受盡得救 得救之後隔壁年1998年我過去看他 我發現我的太太變得很多 他心靈起樂起來 我說不上來非常的強健 我感覺到這是他很大很大 我無法言喻的變化 那從此更加奇妙的是說 更加糟糕的是說 從此基督徒就圍繞在我的身邊 因為他會常常帶著我 要去聚會要去聚會的 聚會的時候那些家庭聚會 弟兄姊妹會說 每次聚完會就問我說 廖先生啊你想不享受啊 他們最常問的只有兩個問題 你想不享受這樣的聚會啊 不然就是你要不要受盡啊 對第一個問題 我想說他們對我太太那麼好 你剛剛聽到 他做了一整年的便當為我太太 所以我不敢對他們發作任何的話 我就跟他們說 不錯不錯 聚會這聚會不錯 但內心在想說 聚會這個聚會哪有享受 我在家裡躺在床上 吃蘋果看電視更享受 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結果呢 他們這樣一天到晚聚會 他常常問我 最後我終於決定 有一天我終於決定說 不要再煩我了 我決定要受盡 所以我就決定在1998年 7月的26號的時候要受盡 但是他們每個禮拜是聚會 所以在那前三天 禮拜四的時候 他們又家庭聚會了 我就在那個聚會場所裡面 我宣布說我要受盡 但是我的內心實在是難過 所以我就放膽的 陳詞跟他們講我的內心的感想 因為我想說我要受盡 我就禍開了 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雖然決定受盡 但是我要跟你們講 第一個大遺憾是說 我一生最遵從的一句話是 我們學校德州大學 奧斯丁的校訓 你必須追求真理 真理必使你重獲自由 那你們聚會要我看的聖經 裡面寫著 耶穌在海上行走 耶穌死裡復活 我說開玩笑 你要我受盡我會覺得很難過 那等於要我放棄這一句話 這是我的第一大遺憾 那我的第二大遺憾 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自己不是基督徒 我知道我們怎麼看基督徒 我今天我難得知道自由的寶貴 所以我怎麼看基督徒呢 假如我知道別人是基督徒 我就用很高的道德標準來壓他 我雖然嘴巴不講 但是我用不同道的標準在看基督徒 所以很多人會心裡想說 你是基督徒為什麼會生氣 你是基督徒為什麼會黃線停車 臨時停車 我想說我這一生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不願意背這麼大的道德重擔 所以你們要變基督徒 我從此就得背這個道德重擔 這是我的第二大遺憾 那第三大遺憾是說 說我我覺得我們科學人並不寂寞 我們內心並不空虛 因為我們從大學時代就被教導 不管你是文理法醫功能各學院的人 我們都有一個很崇高的目標 就是為了追求當代人民的最大幸福 減少當代人民的流下的眼淚 這是我們崇高的目標 所以科學人並不寂寞 我們充滿了橫向的愛 我們關愛我們人類的福祉 但是我看到的基督徒你們 你們只關心垂直向的愛 你們只關心你跟神之間的關係 所以今天你們要我把橫向的愛 轉成垂直向的愛 我想來除了傷心還是傷心 我跟他們一次講完這三大遺憾以後 現場他們有很大的生命度量 他們極盡無聲沒有回答 那只有一個是非常有學者風範的長者 叫做耿勃勃的 他出來回答 他說要你信主 並沒有要你放棄關愛人類的心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只對主負責 你不要太在意別人對你的道德重擔 你只要對主負責 那我聽了這些答案 我覺得這是標準答案 能接受 但是不知道怎麼內心還是難過 但是我遵守諾言 三天後 七月二十六號 我真的就在德州奧斯汀的教會受禁 那受禁以後我其實是不快樂的 因為我這一輩子要背那三大重擔 那我的太太知道我 她最知道我內心背後的那個 她也知道我很不快樂 那她更是迫切為我禱告私下 她說後來才講的 那因為是她害我變成基督徒的 所以她壓力相當的大 結果很奇妙的就在兩個禮拜後 在八月十一號的晚上發生了大的事情 就在那天晚上我習慣送我的太太跟小孩上床睡覺以後 我會跟著上床睡覺十一點的時候 但是那天我睡不著覺 我就突然想說好吧 就到她的書架上拿幾本書來看 那拿的是福音見證集 因為只有福音見證集我比較看得下去 福音見證集寫的都是基督徒如何成為基督徒的生命的故事 那是我讀得下的 我就拿著到廁所去看 那在看的時候呢 果然一篇一篇都非常的嚇人跟感人 因為大部分都寫著她生命是如何如何的悲凡 就像我姊妹一樣 最後終於啊 那個最後終於啊 在我的面前 主耶穌的面前 那我大學時候我就驗證了我大學時候的觀念說啊 說那個 欸 苦難 文學是苦難的象徵 宗教是苦難的歸宿 在苦難時期寫出來的文學最感人 在苦難中的人們最需要宗教的慰藉 我說這果然沒錯 每一篇都相當嚇人 有吸毒的有什麼的 欸 翻到一篇 剛好就翻到一篇 題目叫做 真理沙灘的十倍則 就是在真理沙灘 剪十倍則的人 那個作者叫道德利艾文師 大德利 Evans 那他寫的第一句話他怎麼寫 他說我在1970年進入德州大學念書 我那時候跳了 嚇了一跳 欸 這個人跟我念同一所美國大學 那是多親切的 但是找我20年 我多麼的親切 但是我隨即想到德州大學有 十所分校有 休斯頓啊 歐斯頓啊 達拉斯等等 要跟我剛剛好是奧斯丁 這很難 結果就看到這些 接著到下一段 他說他走過行政大樓 回頭看到 真的各位弟兄姊妹 你去看那一本福音見證第二集 他走過行政大樓看到那一句 你必須追求真理 你必須追求真理 真理必使你重獲自由 嘿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真的差點跳了起來 我說這個美國人 美國有幾千所大學 這個美國人跟我完完全全是同一所大學 然後我再繼續看經歷 等等一大堆 最後他怎樣變成基督徒 那是他很感人的心靈故事 我知道我感 但是那不是我的經歷